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我写小说挣不到一分钱 我依然会写作 他的作品中有各个时代的人物 对各个时代他也有他的判断 什么样的时代才是一个好时代 我告诉你 一个人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内心热爱的趋势底下 去做那些无用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代才是好时代 作为作家 他说 如果不关注这个时代里人的疼痛 那要作家干什么呢 第一要紧的是把不同的看法变成一个理性表达 而不要基于把不同的看法当成一个激情表演 2011年8月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 推拿或第八届矛盾文学奖 本期节目毕飞宇与您一同谨畏幸福 表示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叫做普鲁斯特问卷 您做一个快速的回答就可以 好吗 好啊 好 邀请我们观众朋友邀请 您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都没做好准备 这个快乐就来了 它就是很完美的 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我最伟大的成就没有 小小的成就有 我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我一天一天地陪他成长 我有信心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这个就是我意想的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是现在他还是半成品 您认为哪种美德被评估最高的呢 大家都说我很慷慨 意思很明白 就叫我买单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苏格拉里说过一句话叫 男人应当平静地死去 这个话他跟死亡有关 其实所有的内容跟死亡无关 是活着的时候 你如何去修炼自己 如何让你的生命真正有价值 能否圆满 你如何去面对他人 你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 乃至于你如何去面对自然 当一个男人 如果这一切做得都很好的话 他的内心会有力量 而且最要紧的一点是 即便他死了 他相信自己能留下许多东西来 孩子 精神 当他拥有这些的时候 他可以走 好 谢谢 你好 看中女性身上什么特点 我想还是女性的小脑 我们通常就是把那种擅长分析 擅长归纳那样的这种行为 称为那种大脑的结果 小脑比方说灵活性啊 诸如此类的其他的一些部分 称为小脑它的作用 男人最好大脑好一点 女性最好小脑好一点 如果这个大脑和小脑都发展起来了 男性和女性搭配得那么完美的话 生活一定很好 如果男性的大脑不好 女性的小脑不好 就两个人在一起 那不是两个人 那是二 那是二 请问您身上的哪个特点 让您感到痛恨呢 记忆力 永远记不住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懒 如果这个地方是我家 有的时候我能坐在这 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比方说我太太要打扫一下卫生 她再叫我把腿抬一下 我都不太愿意 我太太也很痛恨我这个特点 因为我太太永远是对的 她恨的 那我也恨 懒 那么毕老师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也看到 大家给了您非常多的头衔 比如说写女性心里最好的男作家 乡村作家 乡村妇女作家 那您怎么给您自己一个评价呢 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家 如果你要给我一个头衔的话 你就说我是一个用心的作家 为什么这么喜欢写小说 我记得您刚开始好像是做记者 做记者是我的职业 其实我在做记者之前 和在做记者的中间 一直写 写作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一个东西 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 我喜欢虚构 用老百姓的话讲 就睁着眼睛做梦 白日梦 我的神经类型是容易往外走的那种 散发型比较好 即便坐在家里面 坐在汽车上 坐在飞机上 它永远会到处瞎想 我把这个到处瞎想的这样一个过程 说它好听一点 也就是我喜欢虚构 那小说就是一个虚构 第二个呢就是 我喜欢一种很特别的孤独 我既希望有人陪我 又不希望有人陪我 真的没人的时候我很麻烦 真的有人的时候我也很麻烦 比方如果我在家里面 不停地有人来 我会很客气 毫无疑问 可是我会觉得累 一直没人在家里面读书 读一本着学书 读一本诗歌 时间长了以后也受不了 可你想想你把门关上 打开你的电脑 就是你小说里面的人物 一个一个的在哪 你跟他们相处 虽然这样说有点像一个神经病 你把门关上一个人在家里面 你跟谁相处 谁也跟你没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你七八个小时 甚至于十多个小时 你坐在那的时候 你永远跟他们在一起 就虚构中的人物 陪伴着你 同时也不麻烦你 对于我这样一个懒的人来讲 非常适合干这个事情 即使我写小说 挣不到一分钱 我依然会写作 但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 叫做孤独 可能我们在专注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身边没有同行的人 就会觉得孤独 但同时也会忽略到两边的一些风景 你能有这种感觉吗 想象中的东西和内心的东西 它永远是最好的 许多风景可以重复 我到八达林 我错过了 我下个月再来 内心的许多感受 它走了以后 它就走了 它永远不会有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考大学的时候 进考场的一个刹那 你接到陆续通知单的那个刹那 你结婚的时候 客人都走了 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候 那个刹那 你孩子出生了 你第一眼看见他 那个刹那 这样的事情 可以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 永远地发生 但当这些东西 如果都是你个人的 它只属于你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个体会 它那一天过去了 它永远就过去了 毕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 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 有哪些 我的首选一定是《红楼梦》 这本书确实写得太好了 而且《红楼梦》这本书 它奇怪在 你任何时候读 你任何时候读 能有新的发现 你三十岁的时候 读的时候 你觉得特别好 等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三十岁的时候 其实没读懂 你四十五岁的时候 再读它的时候 你又发现 你四十岁的时候 没读懂 这个在我的 这个阅读生涯里面 给我带来这种 神奇体验的 就是唯一的一本书 如果你再让我推荐的话 我还要推荐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卡拉玛走夫兄弟 这个也是 真正可以让你 面对人性的一本 特别好的书 将来如果我的骨灰盒子里面 允许放两本书的话 这边放一套 红楼梦 这边放一套 卡拉玛走夫兄弟 挺好 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内心永远充满了 很讲究的情绪 他一定很美 一个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永远的粗比的享受 他一定很难看 现在写小说可能大家都去写 但它并不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我的养家糊口 可能需要我去做另外的工作来完成 这个时候怎么办 关键问题还要看你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有多深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热爱深的话 他不会太考虑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其实写作在我的生活当中 只是我热爱的事情之一 我还喜欢体育呢 你说我打球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踢足球 谁给我出场费 这个受伤以后谁给我去看病 最疯狂的时候 当年我当教师的时候 到了暑假一个学校 整个校园全是空的 没人 我借了一个钉鞋 每天下午我在那儿跑一百米 我家里人都不理解 你干嘛呢 你跑一百米跑来干嘛呢 你又不可能去参加奥运会 然后体力消耗那么大 我还学过一年声乐 天天在那儿吊嗓子 你说我的吊嗓子吊的有什么用 也不能去星光大道 也不能参加中国达人秀 更不能出唱片 挣钱 可是我喜欢我就要去做它 2006年 我在美国的爱荷华的国际写作中心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都在那儿 许许多的作家都有一些定期的一些演讲 我自己也有演讲 大概那个演讲到了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的时候 我坐在底下我就往下面看 我永远看不见中国的孩子 我就去问他们 我说那么多作家在这个地方 你们为什么不去听听呢 他们觉得那没用 我要是刚刚来 我不如把时间耗在英语上 马上我能交流 我要是学工商管理的 我不如在那儿读我的书 我就听什么文学呢 这没用 其实文学非常有用 这个用不在慌乱的时代 这个用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 或者说我们的内心产生的非常空虚也好 出了大问题也好 或者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生活的时候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 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个空间既有物理的空间 还有时间的空间 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这些空间 我们还能有多少精力 还能有多少热情 去做那些无用的东西 什么样的时代才是一个好时代 一个人可以花很多时间 在内心热爱的驱使底下 去做那些无用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代才是好时代 这个时代每个人做的事情必须要有用 这个时代一定是糟糕的时代 无论我们多么富有 所以我前几天在微博上留下了一句话 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跟遇上战乱其实差不多的 每天都在和和美美的淒泥自散 我们在创造财富 创造物质 同时这个物质 压在我们的肩膀上 压在我们的头顶上 这大概就是高速发展的民族 高速发展的这个国家 他的人民所要承受的一个代价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情一致 去做没用的事情 其实文学只是一个部分 因为我是写作的 我强调文学 我想说的是趣味 一个人应当学会从许许多多不同的艺术当中 建立自己的趣味 趣味一旦建立起来以后 对生活它有品质要求 趣味和品质 这两个词是紧密相连的 一个不懂得趣味 没有趣味求速的人 他永远谈不到品质 可是一个没有品质的生活 一定是不高级的生活 所以我也在微博里面 引用过两个词 一个词是哈代的 一个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哈代就是特别强调那种很讲究的情绪 托斯托耶夫斯基说的跟这个相反的一个概念 就粗比的享受 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内心永远充满了很讲究的情绪 他一定很美 一个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永远在粗比的享受 他一定很难看 无论他做多大的官 无论他有多少名 无论他有多少钱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粗比的享受 粗比的享受具体指什么样的行为 可是我们到大街上去那去看看 看看一些人的吃相 看看一些人的买相 看看一些人的卖相 看看一些人的做相 看看一些人的说相 那你就会知道 粗比的享受 一定也不虚 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这个东西靠物质 装点不了的 他一定要靠内心去完成 年轻人要想真正找到幸福感 我觉得首先要紧的事情是 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全心全意去爱的人 或者东西 然后把自己全身心的投放进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忘掉 您觉得幸福是什么 幸福跟一个词是紧密相关的 就是我 所以幸福是一个和我和个体生命紧密相关 如何能体验幸福感 我的体会是 我能够忘我 就是幸福 幸福感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体会的最深的就是 每当我写作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 今天的写作往往不是特别成功 当我写的特别好的时候 我从来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只能感觉到作品中的人物存在 可能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功力的 这一点点因素在里面的时候 他很难去做到 就是完全的忘我 他总是被身边的一些东西所牵绊 在座的虽然很年轻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谈过恋爱 谈恋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他的眼睛里面 他的耳朵里面 他的脑子里面 永远只有对方的时候 是最幸福的时候 等一旦想起自己了 那个巅峰值 往往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年轻人 要想真正找到幸福感 我觉得首先要紧的事情是 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 全心全意去爱的人 或者东西 然后把自己全身心的投放进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自己忘掉 忘掉的时候 就是幸福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被谬 往往忘我的时候 时间过得又特别快 所以人真正能体会幸福的时间 是非常少的 真是这样 那么年轻人是不是要稍微地 把自己的标准降低一些 你说得非常对 过于强烈的愿望 为什么有时候能成为人生的杀手 它道理就在这 你永远给自己的内心 不让自己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永远需要满足 今天这个欲望 明天那个欲望 欲望这个东西确确实实 它是一个巨大的雪球 你知道吗 欲望是会越滚越大的 你最终在这个欲望的驱使底下 真的很难找到幸福 那您有这个欲望的时候 您怎么克制自己 或者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来转移掉这样的 学会自省啊 年轻人反正我觉得自己 不能惯自己 当自己膨胀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应该对自己说停 应该学会给自己 装上一个刹车